一點點的康哥 就很積極打進來了 康哥換上場 他的效果其實跟 天天聲音惡力是比較類似的 哇 跑起來吧 中景上空前面 三打二的機會 阿發行 拉桿傳球給康哥 哇 阿板再抓 再刑Edward 裁判 對 搶哨 剛才拐子也是加了比較大一點 兩個人都有出手的動作啦 對 我剛剛以為裁判是要 吹康哥這一球 可能著手反規 兩隊前一次教守康哥替補上來 拿下十六分之多 阿發行 再投球這樣算是 這就歪掉了 第一時間來打 ICE 出版球可以先來給康哥 有 被匡單打 小安過來幫忙 打不進來 先發現跳投得分 打在籃框前遠 給現在有點危險 給到了 G 漂亮啊 背後的傳球 但是大勝不在那裡 多此一舉了 想要最後一點時間 讓泰皮 再打幾分回來 幫中有做發生的失誤 剩七秒 對 對 出一手 來個高難度的速度 這球就 那他們 做得非常有效果 因為是代表說 你在被對手持續得分的時候 你要有能力給予回應 不然的話 比賽節奏就會這樣 一球一球的被帶走 連中兩 還是個人的無限單打交給康哥 通常非常的躲 中心特攻 有破四層 而泰皮一層六左右 有到三分九 有了 才不是康哥今天 翻身的出手 被森文婷蓋掉 宇薛玲 這手也踢不上來 藍底下面好大 還有碰到 一個GIMEN GO 這次的暫停交出來 分數的差距 我們來到了超過三十分 你看衛嘉豪這個傳球 非常非常的即時 從他在非常低位 跟范士恩的防守 蓋掉他的出手 這些動作 年輕場的真的還很難以挑戰 這一波的進攻 又快又急 讓中心特攻得分 來到三位出手